出发去如故湖 这里的八路车跟咸宁的八路车是一样的 都到柯云站 总的车程到这里道如果会有190公里左右 但是我们的车程要4个半到5个小时左右 因为这边山高拖的弯多路窄 所以为了大家安全 我们在时间上要可能多花费一点 所以请大家理解 还有在行车过程中 请大家不要在车厢内走动 有什么需求 有什么要求的话 跟我说就可以了 我会为大家解决 还有要注意车内卫生 车内有垃圾桶 如果垃圾桶够不到的 前面有那个塑料袋 大家可以来自己来取啊 我们先来帮助 如果要环湖一周游完的话 大概需要四到五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我们的这个车到那边的客运站 就是卢沟湖的大陆水村 就是我们的客运停靠站 终点站了 虽然说是客运站 反正是那边的条件非常简陋 那个出租村师傅会带你们去环湖游完 所有的景点全部玩完 然后把你们送回酒店 就是这样 对 好 好,是那些? 没有到我们家站 那要整个好顺序 把你们的购物品随身带好 因为这边是鱼龙混杂 人多车都乱得很 下车买票 特别注意就是女的一个 她以前是我们出租车公司的 现在已经成为黑名单 每天都会在那里交览客人 前面我没有跟他们提示 所以有些客人上了当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刚才我忘了提示大家 好 记好安全带 我们这里下去马上就到 10公里就到鲁龙湖了 我看到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确实挺美的 水非常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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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